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區議會選舉已經曲中人散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但是似乎建制派依然到目前這一刻都未能夠釋懷 昨天民建聯的蔣麗雲大議員 搞了一個叫做投票問題申訴會 還可以邀請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政治助理吳景俊 以及選舉事務處的官員到場出席這個申訴會 這群人在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為他們敗選輸得脫褲 到現在還未能夠接受現實 就不斷找藉口來抵賴 不停來毀過於人 其實這些選舉後遺症 老實說是很多餘的 怎麼會面對不到現實呢? 當初洗腦洗得太厲害 洗得自己也相信一份 整群心藍 所以現在選後就要搞這麼多活動出來 安撫那群人了 就是被人看得好 完全沒有風度和沒有反省 相比起十六年前 2003年的時候 民建聯一樣是大敗的 那時候還沒有輸得太厲害 當時的民建聯主席就是曾鈺成 他當時怎麼說呢? 輸了的時候 按一般常理 參選就是一個政黨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之一 而選舉成績就是黨的生命線 在一項重要的選舉之中 遇到重大挫敗 作為一個政黨的領袖 辭去他的職務是很正常的做法 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 就很難向民建聯的成員和公眾交代 當時是2003年11月曾鈺主席說了一句話 我也覺得這句話是說得很好 起碼被人看得到 他是有擔當 他不是卸責的人 但是到了目前這一刻 民建聯的主席李慧琼 就說想辭職 然後又遭到挽留 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笑死人 一個政黨遭遇到這種海嘯式的挫敗 他黨主席的去留 都不是由他自己可以決定得到的 這就是半點不由人 而且被市民感覺到 你這個主席是沒有承擔的 你如果有承擔 應該是辭職的 這就是所有外國的政黨 包括泛民的政黨也是這樣做的 民建聯16年前也是這樣做的 你現在還可以繼續 堂而皇之坐穩主席的位置 你說這些政黨是有什麼作為 說回他的所謂投票問題申訴會 現場所見 有大約六十個中年和長者出席 到底他們有什麼申訴呢 第一件事他們是這麼說的 他們就說 在投票的時候 那些票站的職員沒有畫名 這件事就非常奇怪了 按照當你遞上了你的身份證的時候 人家就會對著你的名字 在那張紙上找到你的名字出來 就會找間尺 找一把線畫一畫你的名字 然後才把選票遞給你 這就是正常的程序 如果你說他給你一張選票的時候 他也沒有畫名的 那就很奇怪了 喂 如果他不畫名的時候 為什麼你當時當刻不出聲呢 你要指控他了 我收了你的選票 然後你也不畫名 你是想怎樣 你就要這樣來指揮他才是 事後才說 事後才說 根本上你是沒有足夠證據的 你不斷口說無憑 為什麼當時當刻你不去 就是指控他呢 人人都畫名唯獨是你不畫 你想怎樣 而且你害怕一件事 就是你自己本人的身份 是會遭到挪用的 你只想說這件事 就是說你拿了一張選票 別人沒有畫名 你就恐慌別人冒充了你的身份 拿一張虛假的身份證 來拿多一張選票 再投一次 你是想這樣說 但是這種方法 是不是可行呢 如果那個人要去 即是冒充你的時候 他要很遲才去票站 如果不是 他比你早去的話 你就會發現自己的名字 被人畫了 是不是這樣 還是你說 就是個個都不畫名 如果個個都不畫名 那個投票率 就超過百分之一百了 你想說什麼 為什麼你當時當刻 看到他不畫名 你不指控他呢 這個是很奇怪的 你事後才說 到底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是堅定留 我都很懷疑 因為你這些選民 市民 那個公民意識這麼高 一見他不畫名 就即時 就指證他了 事後隔整個星期才說 第二個指控是什麼呢 就是說 有大量的青年 重複排隊 並且多次進出這個票站 就阻礙投票 這個指控是否成立呢 老實說 如果你說他阻礙你那些長者 或者行動不便的人士 這樣的話 其實不只是阻礙藍絲 照計阻礙黃絲是更加多的 而且今次來講 黃絲的選民 是佔了六成 如果要阻礙的話 是大家攬炒的 阻礙的話 黃絲一起阻礙藍絲又阻礙 那為什麼你排得不夠久呢 為什麼你內力不夠人強呢 難道藍絲的身體 特別虛弱 我不相信 這些根本上就是 用你的藉口來解釋你的敗選 很多餘 他阻礙的話 就阻礙更多的黃絲的阿公阿婆 你照看選舉結果就知道 這些藉口簡直是多餘 騙自己就可以 拿出來讓市民笑 我不相信有大量的青年會重複排隊 這些青年哪有空去做這些無謂的事 而且他還會阻礙自己人去投票 這件事是極不化算的 如果我是青年 我都不會去不停重複排隊 好了 至於 蔣大議員有些建議 他發現原來這麼多人有申訴 他當然有話可說 他建議這個選舉委員會 盡快改善投票的安排 包括什麼 第一 就是增設長者綠色通道 容許長者和行動不便的人士 就是排另一條隊進去投票 以減少他們輪候的時間 這就很奇怪了 如果民主選舉的話 每一票 每人一票就是民主選舉 每一票都是等值的 你應該是一視同仁的 如果你說有些人可以比較公平些 可以排綠色通道 排快隊 那你怎麼安排呢 或者你多少歲以上 65歲 如果我64歲 零11個月那怎麼辦 你就會引起這些不必要的爭拗 大家排同一條隊便是最民主 要不然你需要搞民主 有些人又可以排第一條隊 你知不知道目前其他視障人士 或者雙見人士 一樣是排同一條隊 人家不出聲 你又出聲 就要就你那些藍絲的長者 這些就是為你自己的選民而度身訂做的建議 對嗎 那我是青年 我就說覺得我的時間成本很高 我為什麼要跟你這麼多人在排隊 那怎麼辦 那我又排快隊了 那你真是多餘 建議 好了 第二件事就說到什麼 他有個建議 就是要考慮使用電子投票 或者是指無認證 取代人手派票 以免派錯選票 這個建議就非常之陰毒 絕對是不能夠接受 為什麼呢 有三個原因 第一 你搞這些電子投票 那一個主辦機構 就一定要有非常之強的公信力 首先來講 你選舉委員會經常都說可以不見 那些選民登記冊入 有時候會遺失 或者別人寄的選民登記表格 你又說可以不見了等等 然後呢 你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又不是那麼高 有些市民又不相信你特區政府 你搞這些電子投票 你叫市民怎麼相信 他投了那一票 是真的投給那個候選人 誰知道你背後的電子系統 有沒有做手腳 現在來說 用實體的選票 做手腳的機會 就非常之微 除非你關掉登園 之後 整個雙票是換走了 否則的話 就很難做到手腳 但是你電子投票 你怎麼使得市民 有信心能夠相信 服從你這個電子投票制度 基本上更多是爭拗 第二件事就是 你這個電子投票 就很容易被人知道 你的投票意向 現在大家去吸引的時候 起碼有一個 booth 讓你進去投票 那個也叫做 叫做secret ballot 勉強叫做 除非人特意裝你 或者裝了一些秘密的鏡頭 我們不知道 但是照計的 也是叫做秘密投票 但問題是 你現在做一個電子投票 你一定會有機會 被人看到你的投票意向 對不對 這些是多餘的 市民就沒有保障 第三件事就是 你怎麼防止黑客 或者甚至乎有些市民 就會覺得 你搞一個電子系統 是不是要方便 那些客客去搞事 一定有人會這樣想 所以 你提出這些建議 是多餘的 沒有人會接受 除了你那些人之外 所以你的建議是多餘的 是搞不定的 至於蔣大議員所屬的 政黨民建聯 他們就是一些破天荒的想法 根據HA01的報道 民建聯 為了保存他們的地區血脈 和網絡 是不致斷絕 他們就想著破天荒 以接近現時區議員月薪的水平 來請回這班下選的黨員 他們就想著自資 或者情商友好的政團 就在2020年1月1日 即是區議會換屆之後 就請回他們下選的黨員 使他們繼續在地區那裡深耕物質 如果以現時區議員的水平 來計算三萬多元的話 別人解釋一條數 一年的開支就是有三千七百萬 以98個連任失敗的區議員來計算 如果是四年請回這班人的話 就要花一億五元 老實說民建聯本身都財力洪厚 加上他們找那些友好政團 或者友好商人 扔心口 容什麼 整幅字畫出來 都有人捐二千萬 所以無所謂 這些就是民建聯 得天獨厚的優勢 所以你作為選民 你當然是選一個黃營 當然是選一個民主派的議員 因為那個民主派議員上任以後 原來民建聯是可以有這麼多地區資源 可以搞他的工作 那就是一個人當選兩個人做事 多麼好 對不對 所以你票投民建聯 就找自己笨實 你票投民主派就兩個人做事 加上民建聯就一定有很多優惠 可能派系這樣 你有多少好處 所以作為一個聰明的選民 你只要懂得如何投票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